每日神话 圣灵的做工 是借着各种各样的人 借着不同的条件而达到的 而完全的 虽然神道成肉身做工 能代表整个时代的工作 代表整个时代人的进入 但对于人细节进入的工作 还得需要那些 被圣灵使用的人来做 并不需要神道成肉身来做 所以说 神的做工 及神自己的职份 是神所道成的肉身做的工作 是人所代替不了的 圣灵做工 是借着各种各样的人来完全的 并不是某一个人能完全达到的 也不是某一个人能全部说透的 那些带领众教会的 也不能将圣灵的工作代表得完全 只能做一部分带领的工作 这样 圣灵的做工可分为几部分 神自己的做工 被使用的人的做工 与所有在圣灵流中的人身上的做工 三部分 这三部分中 神自己的做工 是带领整个时代的 被使用的人的做工 是在神自己做工之后 奉差遣 或接受托付 来带领所有跟随神的人 这人是配合神做工的人 圣灵在流中的人身上做工 是为了维护他自己的全部做工 即为了维护全部经营 也是为了维护他的见证 同时 成全那些可被成全的人 就这三部分工作 才是圣灵的完全工作 但若没有神自己的做工 那整个经营工作 也就停滞不前了 神自己做的工作 是涉及到全人类的工作 也是代表整个时代的工作 就是说 神自己的工作 是代表所有圣灵做工的动态 与趋向的 而使徒的做工 是在神自己的做工以后 而接续的 不是带领时代的 也不是代表 圣灵在整个时代的 做工动向的 只是在做人该做的工作 根本不涉及经营的工作 神自己做的工作 是经营工作中的项目 人做的工作 只是被使用的人 所尽的本分 与经营工作无关 由于身份 与所做工作 代表的不同 所以 尽管都是圣灵的做工 但神自己的做工 与人的做工 总有明显的实质性的区别 而且圣灵在不同身份的 做工对象身上 所做工作的轻重程度 也各所不同 这就是圣灵做工 这就是圣灵做工的原则 与范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